一个地方美到极致,无法用语言来完全地表达出来,置身其中,便能伸出飘飘欲仙的感觉,人们通常把这些地方称之为仙境。 你好,欢迎来到世界之最,今天为你带来了,中国十个最美的人间仙境,话不多说,我们马上进入正题。 圆阳梯田位于云南省洪河州圆阳县,境内全是崇山峻岭,所有的梯田都修筑在山坡上,梯田最高的级数达3000级,是所罕见。 圆阳梯田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,以前三百多年来,深深不惜雕刻的山水田园风光化, 圆阳梯田如同无数块镜子被打碎散步在大地上,倒映着五彩斑斓的天空,光影之下令人惊艳的曲线,仿佛天空之近一般如梦如幻,记录下每一刻的日出日落。 无论登上圆阳随便哪一座山顶,都能看到充满在大地之间的,那如山如海汹涌而来的梯田,宛若一幅极其淡雅的水墨画,说不出的仙气撩人,站在田笼间,低头是一汪汪清澈的水, 抬头是湛蓝湛蓝的天,让人情不自禁地大口大口地呼吸,仿佛连空气里都是泥土的气息。 泛镜山地处广袤的武林山区腹地,是黄河以南,最早从海洋中抬升为陆地的古老地区之一,是贵州第一名山,武林第一峰,不仅是乌江与原江的分水岭,而且还是横更于贵州,重庆,湖南,湖北四省区的武林山脉的最高主峰,在十几亿年的时光洗礼中,依然保持着最原始的生态环境。 这里是中国的天空之城,在茫茫云海中,犹如一艘绿色方舟飘浮在空中,泛镜山不只是以奇美显峻而出名,更是以殊胜的佛教文化而闻名,也许是受佛文化影响,这里的万物都有了禅意。 行走于范境山深处,奇数怪石,天风云海,妙拳飞铺,真情异兽,佛光幻影,变幻莫测,让人陶醉于范天净土的大美风光和无限禅意。 扎嘎那景区位于甘肃省甘南迭布县,是一座完整的天然石城。 春朴,宁静,原始,是扎嘎那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,宛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园。 扎嘎那地形迹像一座规模宏大的巨型宫殿,有四天然岩壁构筑的一座完整的古城。 正北市巍峨恶辉红,璀璨深辉的光盖山石峰,古城石镜山,阴灰白色岩石亦反光而有其名。 东边耸至碧莉的峻峭岩壁,凌空入云,云雾缭绕,南边两座石峰拔地而起,相置并立成石门。 当地人眼中,这里是神仙创造的地方,在人类学家眼中,这里是青藏高原东原,最具典型意义的乡村聚落。 在摄影家眼中,这里的景色犹如仙境般美好,这般巧夺天宫的景色,对于我们来说带来的只有震撼。 内蒙古阿尔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,地处大兴安岭中段,被呼伦贝尔、西林郭勒、科尔庆、蒙古四大草原所环报。 由于地质年代第四季的多次火山喷发,形成了阿尔山以火山遗迹为主的奇异地形地貌。 阿尔山有近十座高位火山口湖,百余火山雁赛湖,600平方公里熔岩台地,是目前亚洲保持最完整,面积最大的火山地貌景观。 阿尔山的美是壮阔而清澈的,这里的每一口呼吸,都仿佛在进化心灵。 春霞秋冬任意季节闯进阿尔山,这里都不缺乏优美如画的风景。 秋天的阿尔山更是美出天际,每走一步便让人心生陶醉,每走一步都是仙境。 走到山顶,一览众山小,体会这个世界独特的安静,洗涤心灵,向往美好。 克纳斯 克纳斯 是世界上少有,也是全球同纬度地区中,第四季冰川遗季分布最为典型的地区。 每年5月到8月,整个克纳斯会被绿色所包裹。 9月10月的克纳斯,可以说是秋季最美的童话了,就像被打翻的色彩盘。 到了10月,克纳斯就将迎来第一场降雪,此后直到次年4月,克纳斯就会变成梦幻般的冰雪王国。 纳穆措是西藏第二大湖泊,湖面海拔4718米,东西长70多公里,南北宽30多公里,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,最深处超过了120米。 纳穆措南面有中年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,北侧和西侧有广阔的湖滨。 纳穆措像一面巨大宝镜,镶嵌在藏北的草原上,站在纳穆措湖边,仿佛置身于一个蓝色的世界。 纳穆措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,是朝圣者心目中的圣地。 深入湖心的扎西多半岛上的扎西寺,香火旺盛,每年都吸引着西藏当地和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云南的信众们千里迢迢,来此转湖朝圣。 都说每个到过纳目措的人,整个心灵都仿佛被纯净的湖水所洗涤。 清风明月,山川神迹,造物者在这里挥下了壮阔斑斓的一笔,世间多元的景色在此交融。 纯净的海字,倒映着雪与雪山的面貌,道成亚丁属于高原冰川古地里,一处非常奇特的地方, 汇集了高原湖泊,雪山灵海,河流草地等自然风光,从林间飞泉流铺,沟壑纵横,一径深幽,神秘圣洁,万里长丰浮过雪山之巅, 无边无际的绿意,铺满了每一寸草垫,天空的蓝青械在海字里,流转的星河洒下浩瀚的斑斓,当这云云万象,在一起烹然盛放的时候, 以后,我却姓道成亚丁,丹得启示兼一切的赞叹,千山万水终于道成,这里的美景不可复制,这里有你想象中的一切,也有你想象不到的一切。 远赴人间金红艳,一睹人间盛世炎,老君山古号锦氏山,因东周道家十足老子,归隐修炼于此而得名, 是八百里浮牛山主峰,海拔2217米,老君山形成于19亿年前的大陆造山运动,造就了其千姿百泰群风静秀,拔地通天气势磅驳的景观, 老君山极自然景观与道教文化与一生,自古就是中华儿女夜拜圣境,被封为天下名山, 老君山以其雄显奇秀的神采,成为中华大帝的瑰宝,素有北国张家界的美誉,老君山金鼎道教建族群,依托山顶而建, 金殿,亮宝台,玉皇顶三座金鼎,成为老君山道观群落的点睛之臂,在阳光的照射下,金光耀目辉煌无比, 构成了一幅天人合一的完美画卷 张家界风景区地处武林园南部,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,有三千奇峰,八百秀水之美称, 数以千计的石峰,一望无际,是世上独一无二的风林景观,给人以气势磅驳,宏大壮阔的视觉享受, 其造型之巧,意境之美,堪称大自然的大手臂,自然风光以风称奇, 一股显幽,以灵剑秀,溪流缠缠,云辽勿绕,黄石寨之雄,金边西之忧, 原家界之奇,窑子寨之险,琵琶西之秀,杀刀勾之也,秀美绝伦,宛若水墨丹青, 人行其间,三步一景,如在画中游,悠悠山谷长生云烟,缥缈在层蓝蝶杖间, 云海时浓时淡,时风时影时现,景象变幻万千,美不胜收的陶醉,令人叹为观止。 酒寨沟 酒寨沟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酒寨沟县内,是一条纵深50余公里的山沟谷地, 因沟内有树镇寨、河叶寨,则潮蛙寨等九个藏族村寨,坐落在这片高珊瑚泊群中而得名。 酒寨沟一年四季各有千秋,春天的酒寨沟冰雪消融,山花浪漫,映衬着远处的雪山, 夏天草木郁郁葱葱,亥姿水光炼燕,秋天千叶万树,色彩分成,如同一幅巨型油画, 冬天迎庄宿果仿佛进入童话世界,又仿佛水墨画一般动人, 酒寨沟艳丽典雅的群湖,奔血湍急的溪流,飞珠监狱的瀑群,古墓幽深的陵莽, 连绵起伏的雪峰,使人仿佛置身于美妙的世外天地,不禁要赞叹大自然之神奇。 您去过哪一个人间仙境呢?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喜欢小编的视频,帮忙给个赞与订阅, 您的赞与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